今天技术教室跟大家讲1910新秀例 2022年3月14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差不多同一时间股价出现了底背池 所以用一个很大的裂口冲了浸上去 很快又开始反复 4月28日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 但是股价不是很肯升 5月26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但是股价反而不跌是向上的 但是很快出现了顶背池又再次回落 6月23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但是不是跌的反而是升的 7月25日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 今次反反复复向上 如果我们看回3月4月5月6月7月都是三条平均线 顺序倒序顺序倒序 很混乱 我都说过了 平均线的密集式出现了反方向 代表股价在一个区域里面运行 很大机会出现长方形三角形这些徘徊区走势 它是属于一个长方形的走势 而且一个时间性很长 因为在这幅图之前其实它都已经是出现这样的情形 7月25日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 之后就冲了浸上去 但是8月9月的高位形成了顶背池之后又再次回落 但是10月中和10月底的低位又形成了底背池向上 而且在底背池之间它是出现过三条平均线的倒序 11月28日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 甚至股价升穿了9月中的高位 形成一个原底 股价虽然很顺利地向上升 因为MACD已经上了零线之上 14日RSI也很多时间在50流上 所以股价是持续有一段几量力的升幅的 不过 3月15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即是告诉大家 前面的原底量度升幅 没办法限了 但是股价反而不是很肯跌的 它继续上升 或者叫反复向上 但是要小心 因为它曾经在2022年这些时间 是出现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徘徊区 所以现时的平均线倒序 它不是很肯跌 所以要留意它会不会形成另一个横行的区域 去消化一下它之前的升幅 所以 后面要留意一些 技术性指标的改变 是可能会有同一个人连续 现在是做了一个人连续的事 也不过